欢迎收看第338期北京不敬音 昨天报这个这个数字的时候啊 报错了 口误啊 应该是337期昨天 说成了367期 这是昨天的一个错误啊 昨天还有第二个错误 也要更正一下 就是我们说这个习近平啊 第二次合影的时候闹脾气 没去 是错的 那个合影的 那是印太经济框架组织的一个合影 那中国就不在那个组织内 所以习近平根本就没有去合影的资格 那不是他闹脾气 但是呢 有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啊 就是习近平这次在美国出访啊 受到了很大的各种各样的侮辱 那这个侮辱他回国一定会去散这个脾气 一定会有有人要倒霉 那当然了 他即便他没有出访美国啊 很多中国的事情 还是有各种各样的行业 会陆续的这个挨社会主义的铁拳 那么下一个挨社会主义铁拳的会是谁呢 这是我们今天想要聊的一个主题 但是聊主题之前呢 我再说几句跟主题无关的话啊 就是 呃这个ChatGPT这个公司 OpenAI今天把这个他们的这个CEO 奥特曼同志给给给给Fair了啊 那么根据这个呢 我刚才也把这个ChatGPT的这个 这个Plus的订阅暂时先停了 想看一看这个公司究竟会折腾到什么什么地步 因为之前的订阅这个Plus主要是 我是觉得他可以生成这个图片啊 我觉得很好玩 也做了几期的这个本节目的封面图 但是呢 他这个生成这个封面图啊 有很多的限制 那你比如我想生成一个习近平 那不可以 你只能尽力的去描述啊 一个什么200斤的一个猪头 一个怎么怎么样啊 尽力去描述 但是呢 还有很多限制 而且由于我们经常讲到一些现实问题 所以这些现实问题呢 在变成图片的时候 往往那个图片都比较的丑陋啊 比较难看 因为皆是那个现实的黑暗嘛 那这个跟我的这个审美 也有一些不匹配的地方啊 所以我们暂时先回归到 过去的这种封面图的模式啊 就是大家看我这张脸就好了 以后如果那个 那个人工智能技术 有了更好的发展 我们再看看能不能让他做 更有意思的封面图啊 那个是以后 但是呢 人工智能现在在封面图上帮不了我呢 他在另一个上面 对我进行了一个帮助 就是一个 我的一个观众朋友啊 他在推特上私信我 教了我一个方法 所以呢 大家也看到了啊 本期节目开始有字幕了 虽然这个字幕是简体的 啊 然后虽然这个字幕 是我直接带到这个视频里 加过来的 不是这个YouTube自己的 那种CC字幕啊 可以换各种各样语言的 不是这种方式啊 但是至少 他有了一个简体字幕 呃 我也了解到 有的朋友 他是不听声音的 有时候就是这么看一个画面啊 他这个字幕对他很重要 所以我们从本期节目开始啊 那么我争取都会有 加上这个字幕 那这是一个 我觉得又是使本节目变好的一个做法吧 那而且呢 这个做法呢 我要额外付出的时间并不多 那这个非常好 呃 OK 那我们今天呢 就回归到这个正题啊 下一步 在中国墙内有可能哪一个行业会 就是像之前的教培行业啊 对吧 之前的种种倒霉的行业 下一个会是谁呢 有可能是这个医美行业 那我给大家分析一下 我这两天看到了一篇墙内的中国新闻周刊的文章 这个文章啊 呃 他的标题叫 贪官美容腐败有多疯狂 啊 好像说的是腐败的事 但是后面这个这个风一定会刮到整个医美行业 上来说啊 说这个四风问题仍然是 既监 呃 既监这个监察部门啊 关注的重点之一 那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了一个文章 11月16号的时候 说持续擦亮作风建设金色名片 这是说什么呢 四风问题的表现之一 就是奢靡之风 这个是现在中央要打击的奢靡之风 然后这个奢靡之风啊 就说你看他报道了好几个 举了好几个例子啊 我觉得大家可能爱听 我给大家念一下啊 就是多名被查的官员痴迷于美容啊 他们都干了一些什么事呢 这种享受型的啊 追求奢靡 享受型的美容服务 那么他们要切实避免由风及府啊 就这么一个风气变成了最终变成了腐败腐烂 这儿先是10月18号 北京市纪委监委发布消息 北京市延庆区政协原党组成员 副主席陈贵芬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这个陈贵芬是一个70后的女性干部 说她经常收这个礼品 然后呢 接受这种美容活动的安排 然后她就为他人在延庆区承揽工程啊 土地开发等等这方面去谋取利益 然后呢 说你看15万打美容针 50万美囤啊 一次美容消费69万等等啊 这个不止陈贵芬这些人啊 就是说很多官员是这样的 说更有官员在美容上花费四五百万 这里边又说了一个人 辽宁省安山市的国税局原局长刘光明 说在这方面颇为知名 也是一位女性同志啊 她曾花五百万元去香港等地整容 说仅臀部整形费就高达五十万 因此被外界戏称安山市最美丽的臀部 还有呢 70后的许爱莲长期在内蒙古工作 后来官至内蒙古满洲理事市长 2020年6月被双开 通报提到她搞迷信活动 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 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充当保护伞 后来监察日报披露了更多信息 就是她在生活上啊 说她信奉佛教 坦然收受企业主赠送的价值 17.4万元的冬虫夏草 冬虫夏草前一点也 大家也科普过了啊 这个都是智商税啊 没有用的 说她接受企业主提供的美容服务 打一针的费用是15万元 还有一个 2020年11月 北方工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沈志利 也是在任上被查 他曾先后20余次向中央纪委 北京市纪委 市委巡视组等多家单位进行匿名诬告 说她匿名诬告 涉及8名局级领导干部 那么其实呢 说她大量购买奢侈品 沉迷于美容消费 长期频繁在多家美容机构 美容整形 查证的美容消费记录就有450万元 单次消费最高 花过69万元 说这个美容啊 消费呢就成为这个官员落马的 导火锁 然后还有一个人 说是这个人社部办公厅原副主任 曹书杰 北京华丰气象影视信息集团原法定代表人 石永怡 北京市卫生局机关工会原主席白红 等等这些人都是因为 这个这种数十万到数百万的个人美容消费而落马的 我就不把刚才这些人就全念了啊 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我给你念念这个人吧 石永怡 说曾是电视节目天气预报背后的女强人 她在一个国际化会所中开出一百多万的发票 都被她用于美容 说对于美容呢 不只是之前这些女性的官员啊 说男性官员亦出手阔绰 青海省海西州政协原副主席 王牙市 王牙市委原书记孔祥辉 曾多次和妻子赴成都上海等地 美容整容 花费三百零六万元 七零后官员 广西南宁市新明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 主任墨斌 说爱玩爱美好奢华 然后中央这个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提到 说有求于墨斌的商人 老板就从这点入手 除了长期提供高档宴请 高消费娱乐活动 还为他安排美容项目 然后还有呢 说这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副主席 任华 也是被查 也是提到大搞迷信活动 各种高档美容等等 福建省的也是 一个这个公安厅的一级巡视员 叫张立杰也是被查 等等等等等等 反正列举了很多人 那么这一切我就不念完了 我再看看他这个后面在说什么 那么 后面就是一些正能量的东西了 这个就是墙那些正能量了 我们不能这样 我们要加强管理 我们要特别去查 那么这一切的腐败造成的原因 是这么一种奢靡的风气 它们归结到一种社会风气 他不说是中国共产党 这个党的体制决定的这种腐败 你没有监管 你不是票选 你没有民主等等 他不提这个 他提的是说这是一种社会风气 其实由这个游风即辅 是社会风气腐化了我们的官员 那么这个社会风气是什么呢 是一种扭曲的价值观 是一种过度追求美容的不良风气 等等等等 所以我跟你们说 这一切的背后 往后就会刮到 医美这个行业 所以在墙内我也有一些做医美的朋友 也说给他们听 也说给其他的所有医美行业的朋友听 优着点 想办法能不能撤厂 资金也好 你的人身安全也好 是不是这个行业在中国的发展差不多了 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个点 就是医美行业很多的这些用的药 对吧 他都是要进口的 那么进口就是会要用到外汇储备 所以后面跟这个外汇储备相关的各行业 大家也要小心 因为中国的外汇储备的情况非常不乐观 所以你这个行业如果需要经常用到外汇储备的话 国家也会去监管 包括后面的限制 甚至是完全的打压和取缔 好 我们今天 今天没聊完 还有一个事情 我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 因为到周日了 是这个静后老马的第六期 明天这个节目的话题 我相信很多人会非常的感兴趣 因为我也很感兴趣 所以我要提出来 我有很多的问题 要请马居先生解答 一个呢 就是关于现在伊斯兰世界 那么这个伊斯兰教 还有很多的穆斯林啊 他们的这些生活习俗上 很多人都说 伊斯兰教应该进行世俗化的改革 对吧 那么穆斯林的很多的生活方式啊 大家最最熟悉的 比如说这个女人啊 这个头巾啊 有的地方甚至完全的遮面啊 等等 这些就是大家所非常不了解的 为什么要这么干啊 他们有没有不这么做的自由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的世俗化改革 应该怎么做啊 应该怎么好像大家能够 融入起变成一个 真正的一个文明世界啊 等等这些话题 我们来听听马居先生会怎么说 那我会有一些问题问他 其次呢 由这个我们就推广到 在中国墙内的这些穆斯林 有一个很庞大的群体啊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回民 回族 那么回族呢 那实际上他们很多人啊 在这个中共的这种意识形态下 他们已经进行了很多的世俗化的改革 那么我们就来 也想让马居先生介绍啊 了解一下 那么目前中国的回族的 这个生活的现状是怎么样的 他们在这种改革的过程中 有哪些是比如被强迫的 有哪些是慢慢的就转变了 对吧 这种转变 当然有利有弊 以及呢 我们要看到 当然很多的 他们还会去 有过去的这些习俗 对吧 有过去的那种习惯 和他们的信仰 那么这一切都跟 那些汉族汉民是 有些东西啊 是格格不入的 那么也要看到 未来当那片土地的秩序 发生混乱和颠覆的时候 中共没有办法去维稳的时候 那么这两种不同的生活习惯 两种不同的族裔 那么有没有可能爆发一些矛盾 冲突 这些关于未来的事情 我们也是明天想聊的啊 不知道能不能聊完 但是我尽力会去提一些问题 好吧 对这些话题感兴趣的朋友 欢迎明天来到 我这个节目的直播间啊 然后后面我会留时间给大家 大家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啊 也可以提出来 问我或者问马俊先生 好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收看订阅点赞